这种鬼玩意 我真的几年前 在南昌地台一堆的 我都不买 我觉得没什么好 中期的 至少中期的 但这种山水的比较多 然后这罐子 我觉得也就是大几百 七八百 画的细一点的一千多 画的绰一点的五六百 四五百 就这个价值 现在就涨到了好几千是吧 四千多了 那我们去腿一点这个 现在是哪里 下乡收可以收到这种 可以 它都是坏的 有完整的 有 这种包胶 这还是回流呢 这还回流 回流也是常种 但是呢 每个人玩的品种不一样 有些人专门找这种东西 他就能给到这个价格 像我们吧 就觉得不是太耐心 那系的好的 特殊的形式可以买 这种真的花几千买 这玩意 这老普惯事 上次有个大哥 我买了个不错的东西 他说是老普 因为他玩的是很高级 他都玩拍卖 几个东西 他一看我说的那个 康熙的一个大罐 我说很好 因为要也要一万多 也不是很便宜的东西 确实每个人玩的高 他东西临结度都一样 我现在发现 大部分还是玩老普 好多人认为 大家玩的东西才是好东西 你买我买 大家都买的 他认为那个是好东西 比如说像路火香龙 像这种青花山水怪 传统的一些品种 共盘 他认为大家都买东西 这个热门品种是个好东西 但我认为 越少的买的东西 反而是好东西 太多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